向甲季后赛王天一王者归来 成功复仇孙新浩 拯救杭州队上演单计救主 再夺连胜 开局红方孙新浩选择的是中炮 王天一选择跳马 双方开局是以中炮横拘对平鸿马 这里红方拘一新一之后 黑方王天一选择飞向 红方抬炮下得非常稳健 准备要对兵盘火两只马 黑方先走一个横拘 红方霸王狙 黑方拉狙过来 红方也走一个狙久平四 要求跟黑方邀队 黑方抬一手霸王狙 双方四个狙呢僵持在这里 孙新浩按计划选择对兵 黑方一吃 红方就打过来 双方开局还是比较平稳 谁也没有过河 王天一选择进炮 准备窥探红方的阵地 明显是要平炮压马 但孙新浩不去 先进炮把你的马给压制住 当你黑方平炮打我的时候 我就选择跳回来 这个下法呢 确实较为少见 但是也很实用 将来准备跳边路 去踩炮抢先 双方击门两分 此时王天一选择平炮量局 红方上马踩炮 黑方进炮打马 红方回一个窝心 踩炮又是一个先手 王天一选择躲一步 准备要炮四进一打双击 红方顺势把马跳出来 下到这里 黑方没有太好的进取点 索性选择主动对局 因为把击对掉之后 黑方可以抬一个棋核 这个点位很好 既可以瞄着红方的兵 将来还可以平局捉炮捉象 在当前局面 红方按照自己的核棋目标 可以考虑平局捉炮 是非常理想的下法 这里一捉 那么黑方就打马 换掉之后 黑方虽然有一个平局捉 但红方可以打过来 如果你吃我的兵 我可以马骑进六 并不怕 如果你吃我的酱 我可以抬一手鞠 将来死队 拼命跟你对局 这个棋 黑方也没有好的办法 将来和棋的味道还是很浓 如果这样下 我感觉这盘棋 天一特大响赢 确实比较困难 实战当中 孙信号选择的是挺边兵 对不起 并不是很理想 给了黑方平局捉炮的机会 那么红方走开之后 黑方直接杀象 可以取得不错的优势 但天一特大 选择的是马骑进八 这里又有他自己的考虑 将来呢 主要是想平炮来打象 红方实战选择上马 黑方就按计划平炮打一下 你有个炮在这个视角 你不能飞 飞了我打你 所以孙信号呢 只能是上市 这里注意啊 黑方是不能吃象的 如果你杀象带将 红方就居四退一 要求给你对居 你只能对 因为你不能躲 躲了我要吃你炮 所以黑方这里呢 先把炮躲一下 是非常明智的下法 现在红方的居 如果乱走 人家必然是杀象 所以呢 阳相对桌 也是好奇 黑方吃兵 红方就搞一个阳脚事 看起来要捉死在吃炮 但王天一呢 也是早有计划 选择跳马进去 那你一吃 我就一踩 红方又把鞠拉出来 现在是用象抓马 黑方就把马退回 踩鞠 孙信号下的非常稳健 面对王天一不敢造次 选择局次进一 王天一看啊 对方摆起铁桶阵 战时也没招 就选择拱个边族 不让红方轻易打边 那么红方落一个式 调整位置 黑方也补一手 红方选择平炮 好奇 将来既可以退炮打马 也可以退回来呢 准备打鞠 由于两匹马在这夹住了黑方的鞠 那么黑方是无法阻止对方退炮 因为你不能选择马三进四 否则有飞向抓鞠的气 黑方的也是不利 所以这里王天一呢 就选择退一步 先稳健 因为战时呢 没有好机会 先等待 红方选择落相 你不能打我 我走平就要抓双 黑方平炮打边兵 那红方这个炮就用住了 正好回来打马 把这个边兵就给守住了 红方选择炮拉边路 瞄住边族 将来你吃我个兵 我可以好吃你个族 我也不吃亏 黑方此时选择顶住 不让你乱吃边族 红方就不下 下到这里啊 双方呢 是基本两分 孙辛浩走得非常顽强 王天一没有取得太大的优势 所以先吃一个便宜 红方肯定是不愿意打的 那如果换掉的话呢 兵种就不好了 还丢一个族 这个旗呢 残局就危险 所以孙辛浩选择抬局 你回马 我就顶住你 你打我 我就躲开 这个旗啊 我就扛着你 我也不攻 我看你怎么赢 气死你赢不到 王天一说 好你等着啊 这里呢 我先收个炮 红方呢 我就挪一挪 回马 什么意思呢 想将来上马踩鞠 抑或者跳边 跳到巷尖 红方现在没有好骑 就耗在这儿啊 来回走鞠 那么黑方趁这个机会呢 把自己的位置调整好 啊 你走你的鞠 我跳我的马 红方依然不理 这个鞠和炮呢 像两个巡逻的 这个大爷一样啊 看住自己的巡河 看住自己的兵线 反正你什么指也过不来 黑方选择冲突 红方就继续走闲啊 你爱走啊走啥 我就走这两步 黑方王天一啊 也是被搞得很无奈 选择浸泡 试试红方的应手 红方继续不理你 就选择平局啊 你打我我就踩你 你病种反而不好 王天一试探一下 看没齐 选择又退回来 红方继续呢 开始学博啊 继续走来走去 黑方忍无可忍 选择送足 否则呢 无法打开局面 孙信浩呢就选择打住 弃掉一个足之后 把这个炮勾引过来 那黑方呢可以突袭 红方赶快平局 把卧槽点守住 黑方平局一桌 红方就顶住 退马踩炮 红方躲一躲 黑方平局再咬住 那局面进程至此 非常关键 红方此时选择平炮 啥事没有啊 黑方还是很恼火 因为没有进展 假设你进鞠江 我就落个市 你打我鞠 我就躲一躲 你踩我鞠 我就躲一躲 这个棋啊 你也不能把我咋地 还是没棋 那这个棋实战当中 孙信浩 没有选择继续躲炮 啊 选择了一个仰角式 本以为啊 这么下呢 能挺安全 但实际上 事上的自己阵型呢 出现了漏洞 王天一 心明眼亮 好家伙啊 你总算露出了破绽 赶快呢 是平炮打鞠 红方的鞠一躲 那黑方的马呢 就渗透进来 准备强行卧槽挂脚了 那么现在既要卧槽 又要挂脚 你一个鞠看不住 赶快捕事 下载事呢 黑方三路马 也奔袭出来 那红方现在啊 想去压制住 顶住黑方的子力 就很困难了 实战当中选择平鞠 那黑方顺势连环 吃炮又是一个先手 孙新浩选择躲 这个局面下呢 王天一可以考虑炮击瓶酒 将来呢 四字归边 往下硬查 这个其红方也是南下 黑方也是优势 那么实战当中 天一选择的是飞龙在天 主要是保证 这个炮的一个灵活性 将来可以左右穿插 那走到这呢 红方选择踩兵 针对你的高相 咬你一下 黑方开始动手 王天一 过槽一将 红方只能出帅 再平炮一将 红方只能阳势 那走到这啊 让他黑方呢 离胜利不要近了 实战当中 天一先落一手相 把选择权留给了红方 当前局面 是极为的关键呢 黑方落相 先防住自己的底线 不让你下底炮又杀奇 那么看红方怎么下 红方这里正确的走法 应该选择骑马去踩炮 给黑方一点压力 以下如果你较将 我就上去 这个棋也没事 我踩掉你的炮 你就对我没有杀伤了 所以黑方可能是要抬起来 那继续保持对拘和式的一个牵制 但红方可以马击进发 继续咬你的炮 黑方的炮在这个力道 他立不住 这个棋呢 就没有什么可怕 如果你选择强行弃子 我就干掉你 你这里抠我一将 杀掉我的相 注意这里是叫杀 但我可以回马 你抓我 我就继续回马 如果你将我 我可以垫马 那么如果你抓双呢 我就先把这个马逃回去 你吃一个也不要紧 红方可以超三平一 准备将来扔底 在居立平三 抓马抓相 黑方反而麻烦 这个中马呢 被我包围在这儿 还有丢到的风险 那这个棋啊 是红方战役物 如果形成当前局面呢 那天一特大 反而麻烦 但很可惜啊 实战当中 孙金浩一心想着防守 没有积极进去 可能面对的是王天一 也是有些惧怕 没有敢去进马 实战当中选择的是回马 那这部回马呢 对黑方没有任何的威胁 黑方可以大胆的进攻 应该说呢 这部棋是败招 那黑方呢 抓住机会 架底一将 然后把相一杀 摧毁了红方的防线 最重要的是 红方呢 没有还手之力 黑方可以放手进攻 实战当中选择拱边兵 这也是精神上放弃掉了 黑方踩相形成叫杀 走到这里啊 孙金浩呢 就投此恩负了 因为走下去也没有意义 人家居三退一 就是杀棋 如果你选择落实 黑方可以退居一将 再把中逝杀掉 形成绝杀无解 一步定乾坤 通过这盘级的胜利 王天一不仅是连续了 自己的向甲连胜 同时呢 也是拯救了杭州队 将比赛拖入加赛 最终呢 通过加赛淘汰对手 率领杭州 杀入了最后的决赛 是最后的决定 来打算 那边的决定 要打算